今天也是解封的第一天 那怎麼看接下來整個第四季和明年的第一季的事況 今天是這樣 第四季 當然大家都是期待報復性出遊 當然我覺得啦 因為開放的時間點已經到年底了 所以第四季當然旅客量是有急劇上升的狀況 當然 可是你說是不是好到完全恢復 這個要有一點時間 因為大家國人現在比較喜愛的日本 其實現在面臨很多人力短缺的問題 包括這幾天我們一些友航 也陸續有些把一些航班給取消掉 最主要也是在乎說當地因為突然的開放 然後經過這兩三年的疫情 其實大家都為了節省成本 把這個人力的部分都減到最低 渡過這個寒冬 現在突然間 直接跳過春天夏天直接進來 實際上大家都有一點措手不及 日本這邊尤其他們對人力的部分 其實平常都要花很長的時間來建置這些人力 所以現在突然間的開放 其實也造成他們人力上一個很大的缺口 所以也造成他們班上有時候並不是說 我們現在馬上要開多少就開多少 當然我們現在初期也有15萬人的限制 那當然我覺得真的要恢復比較正常 應該是明年過年那個區段 大概會是比較 所謂的大家期待的那個叫做爆發 爆發性的這個出遊的部分 應該會落在那個時候 因為我想現在很多國人 雖然很期待的心想要出國 可是也是要花一點時間去規劃行程 因為一時之間 要去聯絡飯店還有這些機票 機票當然我覺得相對是好買 可是飯店以前很多大家熟悉的飯店 有些也是歇業的 那有些就像現在外面講的 因為以前日本中國觀光科很多 所以呢 在當地有很多會講中文的這些 所謂的接待人員 現在也都沒有了 所以呢 其實也造成有一些國人 在規劃行程上的一些困擾 就是說 在溝通上面會有一些障礙在 這個都要花一點時間 大家去把這些東西都帶回來 所以我想第一世紀 看起來是從今天開始 這個我想旅客人數是 上來是蠻多的 可是如果真的要恢復到說 所謂的報復性 我覺得應該要等到農曆年 那個波段以後 會比較屬於比較正常的狀況 那現在你在10月11月 目前機票的銷售情況有可能 現在陸續盡量都還在進來啦 所以看起來力道還算是不錯啦 大家都陸續有在規劃行程當中 那至於說實際多少量 現在還看不太很清楚啦 不過我們可以感覺到 那個量當然是跟前兩年那個 當然是沒話講的啦 大家國人要出去也是要計畫一下 也不是說盲目出去就出去啊 而且當地還是有一些這個防疫的規定 那大家還是要搞清楚摸清楚 因為畢竟那麼久 已經沒有出國了 當初熟悉的一些店家 還有一些熟悉的聯絡方式 可能在現在都已經是不復存在了 所以大家要重新摸清楚 再重新出發 這個要一點時間啦 喜歡講演唱會 和聲介紹介於